而涉及国民服役人员蹦颈密闭案 民房部队一名消防队长和副队长因行为疏忽导致他人重伤 各被判监禁十个星期 22岁的民房国民服役人员郭延进是在两年前在大市井消防局 被退入12米深的蹦颈而密闭 消防队长Kanoff Chong-Chi-Woon和副队长Nazan 早前各被控一项教唆他人导致重伤的罪状 控状后来改为疏忽行为导致他人重伤罪 法官下判时表示身为案发时关键最高的人员 两人没有阻止其他队员向郭延进行罪警的活动 队长有责任确保下属安全 尤其是托付于他们的国民服役人员 法官最终判他们罪诚 共有5人在这起案件中被判坐牢 象干被关注封武造讯账